俄罗斯周末在出售锁定哈尔科夫市的大型五金卖场攻击 攻击时间还选在大中午 根据卖场监视器 许多民众毫无预警 突然间卖场屋顶就被炸穿冒出巨大火光 许多人不幸命丧炮火 乌克兰指出俄罗斯又使出相同的企量 使用航空导引炸弹攻击 而且还投下两枚 讽刺的是悲剧前俄罗斯总统普钦 才释出这个消息 声称愿意就当前现实 基础与乌克兰停火谈判 事实证明 俄罗斯还是说一套做一套 加大血型攻势 哈尔科夫乌军人谨慎使用所有的弹药 避免浪费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来到神秘地点 直击乌克兰加紧训练先兵 练习使用英国提供的N-Low 轻型反战车武器 我们有缺N-Low 但如果是可以 我们会非常感谢 如果他们能够提供更多美国党兵 这款武器此时此刻正在太雷兹防御的 北爱分工厂加紧赶工 过往北爱两间N-Low工厂 只有约500名员工 现在扩边到900人 不过工厂坦言 其实今年初才开始增产 因为先前英国政府选择先消耗库存 不止英国 美国兵州的迫及炮汗155毫米炮弹工厂 也在全速运转 目标将产能提升到 每月生产十万枚的炮弹 以应运未来乌克兰前线的需求 乌克兰多线作战 也派出更多空中侦察小组 使用无人机监控俄军 现场使用的都是乌克兰自制的无人机 不过因为俄罗斯破坏部分河岸的过境点 乌克兰不得不打造层层防御 乌克兰记者在库皮杨斯克直击无人机拍下 俄军忙着扛走伤兵的画面 不久后天空中还看到 俄军直升机出没协助掩固撤退 这是一架俄罗斯米24直升机 显示俄罗斯不放弃各种机会 朝东北部施压 就算牺牲更多的兵力也在所不惜 另外俄罗斯境内的贝尔哥罗德 周末又响起空袭警报 乌克兰对贝尔哥罗德州持续打击 逼得当地民众又得摸黑逃难 紧急狂奔到附近的防空洞 即英国当局松口 乌克兰有权使用英国武器攻击 俄国本土后 北约秘书长也认为是时候 该松绑相关的规定 因为乌克兰若战败 北约国家将首当其冲 为了提升全民防卫意识 现在英国也考虑要恢复一年征兵规定 至于不想当兵的 可以选择每个月 花一个周末的时间参与社区服务 写新闻 宋伯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